大家好,欢迎收看龙哥的特别解盘节目 我是婉伦 我是仲哥 节目首先先请大家动动手指头 帮我来一下观众三部曲 第一部曲留言按赞 第二部曲跟上家族 第三部曲就是直接加入龙哥 首先要先恭喜我们的家族会员 秦成还有玉龙都获利 赚了绩效高达14% 好像太兴奋了,所以有一时有点太紧张了 是是,你没有讲到重点 这14%听起来没有什么 三天 对,三天才是重点 三天才是重点 两个久 对,不会让你等太久 所以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腰鼓呢 请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 帮我们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那我们这边也会很热情来去跟你做分享 所以我们赶紧来进行到这一趴 你来问哥来回答 那昨天有两位好朋友 那这种歌想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是 我平常讲话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吗 还好其实 其实我们解盘就是习惯用这种轻松 不好意思 我们习惯用这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来去跟大家做个互动 因为毕竟盘中是非常高压的 但是我们这样的幽默可能有一些好朋友觉得难以接受 那这种歌这边就下次我们会震惊一点好吗 所以我们赶紧来回答 董哥就是没有那个意思啦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互相 听者有心说者无意 那我们其实如果你长期追踪我的节目的话 我也是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跟你表达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你印象更深刻 比如说什么 先前我们跟你聊到这里你千万不要随便打空单 除非你平常做非常多好事 有龙哥一直提醒大家 就是希望他被大家被咬到 比如说你平常有扶老太太过马路 那你这边就去打空单嘛 或者是我们先前也有跟大家聊到 这个纯谷族 京东国纯谷族竟然因为鼓励不如预期 而把它砍在锥点 那我们最喜欢跟这种人当好朋友 所以这样的方式我希望可以加深你的印象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方式你难以接受 甚至让你感到非常失望 那没关系我们就震惊一点来好吗 那说到失望我们就觉得 忠哥也是百思不得西姐 我跟你也没有什么对价关系 你有什么好失望的 我也不是什么学校老师对不对 宛伦 这种哥 老师好 这种哥有给你什么承诺让你失望吗 五块钱 五块钱是不是 想让你寄到现在 马上回去帮你挑五块钱 谢谢 那这个Mix跟美债值率上升 其实我觉得问题并不是太大 那另外看到这个飞宏目标价是多少 那这边我们就一一来帮大家做个解答 首先Mix恐慌指数直线上升 我不知道是你的看盘软体有问题 还是我的看盘软体有问题 好像有点清晰浮浮啦 它整个长期趋势都是往下嘛 你可以看到它没有突破它的下降趋势 那Mix涨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直线上升 它是长起来看趋势是往下 那这样怎么会有一个直线上升呢 我觉得我是有点可能是我们看盘软体有点不太一样 那另外呢美债值率呢这边的确是往上去做的扬升的 但是我认为呢这样的形态我并不会感到过路担忧 跟过路担忧 为什么呢你去想一下为什么这波美债值率是往上走了 因为美债上线这边桥不拢 那过去我们也跟大家聊到美债上线这个议题呢 其实是假的 因为我们从这个 这美国它全球霸主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来自于美军还有美元 那你想美债上线如果这边倒在了政府发不出利息美元就垮了 那全球有八成的贸易呢是用美元来去做交易的 那如果美元垮了那这边还要打这个中美贸易战吗 这边老大就已经换人当了 所以美债上线我觉得领完车马背刷完存在感就结束了就没了 所以我认为这边短线盘升不是一个太大重点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4月26有4月19的时候有跟大家提醒 美债值率是往上扬嘛 你可以看到4月29其实当时的值率是比现在还要低的 但是当时我们为什么提醒大家要小心 来到区间上线 我记得我当时有跟大家聊到 美债值率上扬来到区间上线 你这边开始要去做小心了 但是现在这个moment已经方向走出去了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呢 方向已经这么明显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把这些指标放在心中 但是你还是要参考当下那形态 那很多人都习惯什么 那过去的事情 比如说我爸爸就常跟我讲一件事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他不是讲这么文雅 他就说你爸爸我在年轻的时候 在你这个年纪就已经怎么样怎么样又怎么样了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不可以用当下跟现在去做比较 那当时是区间形态 那现在已经走出方向 那你要相信是什么 所以我认为从历史口号指数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美债之旅 我认为短线上是因为美债上线 然后使得它往上走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更重要的是现在行情已经走出方向 那你那么说涨了千点很高吗 其实昨天也有人问到相同问题 就是熊市会不会再来 对的确很多人会很担心 那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没有经历过空头 去年的空头让大家可能非常害怕 怕到了 对那我这边就简单跟大家聊到的是 是 即便要走空头 他也是要时间去做酝酿的 你这边上去你要他直接逼转下来 我觉得这几率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点到为止 毕竟这个观念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聊过非常多次 我觉得大家其实也很是希望 很想要就是龙哥可以开一堂课来跟大家分享 没问题 到时候如果真的希望龙哥开课 下面留言开课加一够多人数的话 说不定龙哥可以北周南行回去教课 到时候我们就带着碗人 就可以讲得更完整 带着碗人一起去好不好 好 那让大家可以亲眼看到这种歌跟碗人本人 那记得再帮我加5块钱 而且没问题的 而且我们去台南或是去高雄 对不对 因为去了够远 好吃的 所以一定是两天一夜好吗 好的好的 那不记得带你们家小孩哦 所以还是要分开 分开 分开 好 是我误会 不会带我们家捐很好了 是我误会 我们赶紧看一下这2457的飞鸿 那飞鸿我认为资金还在 那有的人问我说 目标价会到哪边 那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其实龙哥心里也会有个目标价 但是这个目标价 都只是参考用而已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券商 看到一档股票涨上来之后 又再上调它的目标价 或是看到一档股票 当股票跌下去之后 又下调它的目标价 其实这个观点好像是什么 动态式调整 那动态式调整 移动式停地其实是相同的 所以你只要把目标价放在心中 但是重点还是在不如意气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那我们就以这个长龙的历史 来去跟大家做说明 当时很多人跟你讲上 长龙会上300块 有那个时候真的很多人说 但是300块 300块如果没有来 233跌破200块 你应该怎么做 那么说 有人跟你讲说会涨到300块 我就不卖 我就一定要凹到300块才要卖 结果现在多少 现在减之后只剩下150块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 观念放在心中 钟哥心里也会有个目标价 但是这个目标价只是参考用而已 还有弹性的调整 重点是你在当下是怎么去应对 那其实长龙我们在这当时 刚刚那个时候好瘦好年轻 你不要这样子 我觉得你这样子也刺伤我的幼小心理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觉得老哥现在还是很帅 我决定了 我们从今天是几号 5月30对不对 我决定来跟婉伦一个减肥比赛 减肥比赛吗 这个减最多人 对就是要输人就请他吃饭 你现在很容易 对就是我包饮的 包饮 你想吃什么饭 不然邀请投资朋友一起来好不好 一起来参加我的减重比赛 先在底下留言 你的现在的公斤数 对我们交易就是希望这样子 我们身体健康 然后赚到很多钱 然后可以去用在自己喜欢过的生活 那我觉得这样子是最好的 所以今天的你来问 哥来回答 我们就简单跟大家回答到这边 是 歷史 美债之旅 其实你还是要看当下形态 那这个当下形态 如果你把它省略的话 那其实你会会有很多的bug 那我们过去也常常跟大家聊到 这个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指标 那其实指标都代表什么 它不是 对 它不是绝对 过去我们常常跟大家聊到 这个市场没有标准答案 是 几率小 不代表等于0 所以请你好好的利用这些指标 那可以再看一下当下形态 那很多担心说熊市会不会再来 那我这边讲就是 你多虑了或许会来 但不会是现在 或许是一年后两年后 这个其实股市涨涨跌跌 是很正常 但是现在已经走出方向 你应该是要尊重这个趋势 当你尊重这个趋势 你就可以跟我们一样 抓到一档又一档涨停板 那我们昨天 对影片有跟大家聊到 821的情城 情城是做什么的 AI伺服器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从3月到现在 都是在涨AI 都是在涨AI相关个股 那其实这些 我们在很早之前 古墓奇兵就有跟你聊到 今年的伺服器 绝对是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这边都是 积极往伺服器 这边去做打单 那请者今天亮灯涨停板 三个交易日 我们赚了14% 3天 那另外我们先前在 非0101 对节目上跟群主 已经跟大家聊过非常多次 好多次 对那很多人觉得这台车 有点有点low 有些人觉得还好 但是我当时也跟大家聊到是 这台车在我阿爸那个年代 却是非常Shopan的一台车 传奇的飞车 对如果你觉得这台车 不太好 那没关系 你有没有看过大黄蜂 大黄蜂有 对你这样刺激大黄蜂 大黄蜂原本是一台很破烂的车 你刺激它 它马上变成一台非常帅的车 不得了 变成一台跑车 那同样道理 我们今天育龙大涨8% 恭喜家族会员赚了14% 也是可以换一台非常非常漂亮的跑车 那同样我们简讯在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这很符合我们过去可以聊到 只有赚钱的单子才有打加码单 那我们78.8%去买进 然后83.2%加码 到今天最高89.8% 那虽然说留了一个长上一线 但是我们认为没关系 这边只要后续什么 后续这边资金再流入的话 它随时有机会再创新高 那我认为它下半年题材非常丰富 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做个追踪一下 那从这个育龙这边 我们也可以大胆去预言 接下来我们要去留意 车用电子这块 那其实车用电子要留意哪一块 我在5月17号的文章有跟大家聊到 接下来我会往自驾车概念 所以这边要请你赶紧跟上我们节奏 AI短线上可能会暂时休息 我没有说它已经要开始走路了 请不要误会 是短线上可能会开始休息 因为涨多都会有打回的压力 那其实整理你要去留意 量缩震荡拉回没有破解之后 去建立你的部位 我认为今年下半年还是一个重点 但是短线上我们这边要开始稍微把目光 转移到其他的产业趋势 那自驾车是我认为其中你可以去做留意的 因为我们过去跟大家到AI 从AI角度来看的话 电动车这一块最大是在自驾车 那也可以看到这个Invidia的这个黄董 黄董来台湾之后 其实你可以看到各家媒体都是在报导这件事情 那最重要是什么 大家聊这车用这一块 那车用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也是在聊自驾车这一块 所以我们认为接下来我们会开始往这个方向 所以这边到底有哪些邀请你赶紧跟着我们 你想要三天赚14%吗 请打这个电话 你想要半个月赚50%吗 请早晚人填写表单好吗 所以只要你跟上门 我觉得主声断行情这种歌一定会让大家赚饱赚满 吃饱吃满 双层牛肉四层牛肉 你想要几层没关系 哥哥买给你好吗 所以这边主声断行情请你一定要好好跟着我们 那这边看到加全指数 小点13点 对那也很符合我们昨天跟大家聊到 这边涨多 修正 对用盘整来修正 修补 用盘整来修正这个管理的话 我认为是最好的方式 那可以看到行情开始出现一个震荡盘整 那盘面上的AI概念股也是开始出现一个 一个涨多拉回的整理 那我们认为接下来你就开始去留意 AI以外的产业趋势 那这个主声断行情 其实我们在2月22号的时候就跟你聊到 那其实这些我们过去聊到非常多 我们用了很多大数据来去跟你做分析 就是希望你什么 你可以好好把握这一波的主声断行情 所以主声断行情 我觉得任何震荡都是让你建立不运用的 所以你不要因为去年走一个大空头 就觉得说今年行情交一个震荡 就开始要马上反转了 发布不会好吗 对所以你要把握是这样的机会 那再看到贵买指数 今天也是稍微呈现一个压回的 但是我觉得这形态都还是呈现一个多头排列走势 那资金会开始挥到这个中小型个股 那要请大家要好好留意了 那伺服器我们讲非常久了 3月到现在 对3月到现在 这个我们的天兵屁股已经不知道敲到哪边去了 真的是不得了了 现在已经 司绒会已经很难请得动他了 这身价非常高 司绒会现在只能请这个 请这个小小兵来跟我入围 没有没有 这样会不会 失礼啦 失礼啦 但我还是在你旁边啊 好好好 感恩的心 也许有一天我就不在你旁边了 其实我也蛮想换人 还是要珍惜一下 其实我也蛮想换人的 那我坏一下好了 这首歌这样讲叫得罪人 董哥许愿 对我们这边还是要正经的跟大家结盘一下 是的 对不然又得罪人 这样就不太好 没关系得罪我应该还好 得罪人可以吗 可以了 好 你不是很常在得罪人吗 没有 好像也是 董哥其实个性还蛮好的 好 相当也是 是是是好 他其常能体贴同事 好 你不要再不要再 不要讲越描越 红红二人组 红红二人组 那我们刚刚聊到嘛 转型上 是 这个AI盖领股呢 会开始进入个震荡整理 但是呢 我认为下半年还有机会 那量说震荡拉回没有破地 是让你建立部位用的 那我们这边呢 红红二人组一张都还没有卖 这很厉害 那如果后续有震荡的话 我一样会像4月26号一样 带着新朋友在进场做买劲 对 我们认为呢 我们认为下半年AI 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体产 是 新星呢 我们也是一张都还没有卖 对 那为什么还没卖啊 因为我们看到 趋势 对 我们看到一个趋势 当年5G机台建设 连茂涨了500% 那现在的AI军备竞赛 双红红二人组 不能涨个500%吗 涨个100%不行吗 我认为非常有机会 因为今年是什么 水冷 散热元年 所以这边相关个股 要请大家好好留意 留意这震荡的一个机会 这边震荡方向走出去了 其实都是让你建立部位用的 那你不要那么说 一个震荡 是不是又是 行情又要开始 你要说风吹 风吹什么草动什么 大草丁什么 不是好不好 那我们还是 还是 最后来一直想不到 没关系我们换下一趴 好 可以再 可以再偷偷问一下碗的吗 那你不能生气哦 又怎么了 数学不太不太行 国文成语不太知道 好可怕 那什么比较厉害 嗯 嗯 嗯 幻幻 我们还是问下一个文化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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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IPC产 我觉得也还是有机会 没错 那脖子呢 脖子我们这边呢 卖的也是相当漂亮 今天是做了一个拉回 而且拉回幅度呢 算是相对比较深的 是 那1571到现在16.5 其实也是10块价差 那后续 要不要再买回来 这种哥一定会买回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季线是呈现一个上扬的 是 上扬季线 回测上扬季线 通常都会有一个好买点 通常都会有一个像样反弹 所以这边呢 要请你赶紧把握节奏 那我认为光学镜头这一天 也开始有有一个蠢蠢欲动了 那你要去特别留意 大力光 先进光 或是金国光 有没有机会呢 再走一波 那我们留意其他产业局势 除了刚刚聊到的车用电子 是 光学镜头 我认为被动元件 或许你也可以看一下 那除了这些之外 到底还有哪些呢 请你一定要留意我的解盘影 也要留意我的群组动态 因为我们都会在上面呢 跟大家做分享 请你记得 行情要反转 其实也是要时间去做酝酿的 就像2月到5月这边盘整 盘整了一个三个多月 打了三个月底 往上走出方向 形成一个主身段行情 那就好像 行情要开始反转 一定也是需要时间去做酝酿的 因为大家都非常小心的时候 行情反而不会往下跌 一定在什么时候 当大家失去戒心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很多人很小心 我觉得这边反而是大家要去把握的一个机会好吗 所以你想赚腰股 你想中热头 你一定要付出行动 那很多时候呢不是不是你赚不到钱 而是你不够想要 你不敢要更多 当你真心想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而我就是那个最重要的角色 所以欢迎大家直接跟上我们的脚步 双层牛肉到底在哪里呢 四檔腰股又是哪四檔呢 上班时间直接拨打 02-7725-1500 或者是不要再犹豫了 直接跟着龙哥走好吗 好啦 我们今天的龙哥特别解盘节目就到这边 最后的最后 祝福大家都能赚大钱 我们今天的特别解盘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 小友那啦 本公司已忘记细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至根本 资料实地则房产业 旅财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旅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